这边在说的是有个女生很厉害 她可以看你拍照的时候的姿势 来判断出你属于哪一个世代 大家好我是Paul 继续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那他就讲两个啦 他没有扯到像例如说我是Gen X 或者是在往前的什么Baby Boomer 那些他没研究 因为或许我们拍照也不多了 那现在网路上会拍照的族群 大概就是Millennial跟Gen Z 那如果你是新一点的观众的话 我们再强调一次 如果说你今天是生在2000年前后 那你大概就会属于Gen Z 像例如说1997年就是Gen Z开始的时候 所以的确是在这个Millennial的前后 那如果你是Millennial的话 那你就是生在81年到96年 这一个区块里面 好所以Millennial比较老 所以老人跟年轻人拍照的分别 不能说他们是老人啦 我更老 好anyway这个妹子叫做Jana Pellick 那他这边就说 I can tell if a woman is Gen Z or Millennial just by looking at one photo 看一张照片就知道 看姿势 我们就往下看了 就这个妹子这样 那那个影片我就不点开了 那这个姿势你猜是哪一个 就有点点微弯着膝盖 手放在腰上 然后头还要歪一边 身体往前倾 这些描述怎么描述呢 我们这边下面有看到 所以他说Millennial的经典的pose features a light knee bend hand on the hip lean forward cock your head to the side and smile 你看来 我们再把这英文稍微说清楚一点点 微微的弯膝盖 a light knee bend 所以band这个字就是有弯下去的意思 B E N D OK 常会接的一些词包括 例如说 你如果想要 你如果不想要遵循规则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叫做 you're trying to bend the rules OK 所以rule bending 是一个 有时候会看到的一种 像复合形容词 you bend the rules 就 弯折 规则 OK 来去符合你的需求 那弯膝盖当然是OK的 a light knee bend 轻微的弯膝盖 然后手放在腰上 他的腰用的不是hip 对不起 用的不是waist 但wast也是腰的意思没有错 但有时候多半只讲的是 你的腰围是多少啊或什么的 那我们会说这个就是放在你的宽骨的附近说真的 那那个地方 严格来说比较像是hip的部分 OK 那他其实放的也是腰不是hip 但无所谓啦 他大概就没那么讲究 所以hip这个字就是 就是我们说这个 你的下半身的宽骨的附近hip 这样 好所以 hand on the hip 然后往前请 那往前请他用的动词是lean 往一个地方靠 往前靠 所以他用的是lean forward 往前靠 微微的靠 然后呢 头歪一边 那头歪一边他用的字是cock C-O-C-K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cock这个字 讲的是攻击 还有一个词叫rooster 那这两个字cock也比较会拿来讲男生的生殖器 鸡鸡啊 OK 你演 这讲得清楚一点就peanuts或者phalus phalus这个字我们都很少看到 但无所谓我稍微打出来给你看 大概不会留下来 OK 所以cock这个字也可以是男生的鸡鸡 也可以是熊鸡的意思 攻击rooster OK的 可是他拿来当成动词的时候 或者甚至形容词 他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歪斜这样子 那你如果说有没有另外一个词可以用 不要用cock这个词 可以啊 T-I-L-T Tilt OK 好 所以微微的cock your head to the side 然后微笑 所以这就是 millennial的经典pose OK 那至于gen-z会怎么样来拍照呢 好 这边是其中一张的示意图的样子 不对 这是millennial 事意我都搞不清楚 好 那gen-z怎么pose 我们再往下看 就这样 很subtle OK 感觉就是 没有浮夸的一些姿势或什么的 所以好 所以他们的这个 很经典的 clasp your hands together pose 就是把手稍微这样子合在一起的一个 所以把手交叠合在一起 这边用了一个词叫clasp 的确是一个 就偶尔会看到 手这样子放在一起 clasp 而且他说 他强调仿佛你手上有抓着一些弹珠 不知道为什么 手就是在 好像有优点什么在手上 你的手会这样子用一个 然后呢 还有像是 对不起 下面就说 as if they are holding an imaginary marble 仿佛在抓着想象出来的弹珠 marble一样这样 然后他还有强调就是脚要稍微往前踏一点点 OK 好像他这里并没有文字描述 我没看到 I don't know why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有的姿势是那一个 他们拍照的时候会把camera放在很上面 从上往下拍 他称为那个鱼眼 shot 所以他这里有一个fish eye look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算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轻微往前踏一小步 然后不看camera 好眼睛往侧看 you look to the side 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 I don't know 然后下面的人就有评论了 就是说 哇 你的描述非常的准确 真的 所以Millennial跟Gen Z都来attest 这个attest就是 像我们知道 testament这个词就是 对什么事做见证之类的 OK testimony 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做attest test就是我可以 为什么是来作证这样子 所以Gen Z跟Millennial都attest to this description 然后就说 呀没错 我们的确就是这样摆post OK 然后好像有一个进阶版 就是 所以他说 就是要刚刚讲的 脚往前踏一步 这个叫leg pop 然后下面就说 哇 很准 所以accurate可以是很准 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spot on OK 所以accurate spot on 所以spot on 就是呀 很棒 你说得很精准 这样子 然后还有人说 啊 我觉得好像被你看到了 他说 I feel very seen S E E N 就是see这个的过去 see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我觉得好像你把我看透了 I feel very seen 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很有趣 OK 好 所以你 你同不同意呢 当然我知道我的频道 这个年龄层的观众比较少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我觉得是很常关注这样的新闻 或许是I'm young at heart 所以我忍不住就是多看这些新闻 然后驻足在这边 那演算法就是会一直卫送这样的新闻给我看 所以那我下次拍照的时候会不会学一下这样的姿势来拍一拍 或许也不错 I don't know 然后另外再说一点 这我只有观察到的 就是我们以前拍照的概念是 你的头就要放在那个你的frame里面的那一个 大概就是过一半以上 你看我现在的那个右上角的这个camera也是这样子设定的 我的头就是放在camera的一半以上 然后你不会超过它 像例如说这样就超过 OK 你不会go out of the frame 你还是留在frame里面 可是你的头顶就是已经几乎顶上了 但你看现在流行拍照的方式是上面留一大堆的空白 所以这是我所知道年轻人的拍法的确是这样 所以you leave empty space a large area of empty space above your head 这是他们拍照的一种风格 的确你不觉得这样看就很像年轻人拍出来的东西吗 所以老人的那一种 把身体把整个图 整个画面塞满 那已经是老拍的拍法 年轻人要留白留很多 好顺便分享一下下 好啦anyway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还记得 我这就是那个 随忽